今天咱们讲一下房屋交易政策 就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房屋 它在上市交易的时候 相关的一些政策各有不同 今天这节课讲讲这些方面的知识 有的地方我会讲一下案例 我觉得案例能让大家印象深刻 咱们先说常见的房屋类型 一般情况下商品房是咱们房屋类型的一个主体 其次是政策性住房 商品房分两种 商品住房还有商住两用房 政策性房屋一般是指的经济事用房 公租房 自住性商品房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房屋 比如说以购工房 还有小产权房 咱们先一个一个的去说 我们一个一个的去熟悉它 我们因为我们的食物 我们多数在北京地区 有的时候津津地区 但是咱们的学员是遍布在全国各地 我通常是以北京为例 大家看看对比一下 和当地的政策是不是有差别 首先我们说商品房 商品房是目前市场上 大家最常见的一种住房形式 由于房地产开发体业 开发并按照市场价向外出售的 一般情况下开发体业在拿到商品房 这地块的时候需要付出土地创金 而且也受限购政策的影响 在北京地区 一般它这个房屋类型 在这个房产阵容的 其中有一个 其中有一栏是房屋性质 房屋性质这一栏 就可以看到它房屋的性质 比如说商品房 还有说是经济试用房 或者两线房 它都会在这一栏体现出来 一般情况下 商品房分普通住宅和非普 普通住宅 在北京地区 一般是指的 房屋面积在140平米以下 另外一个指标是 要看它的成交价格 北京地区 它按照成交价格的不同 也把它划分为非普和普通 它这两个划分 最后的结果是对房屋过户的时候 交易税费不同 比如说北京五环以内 单价在39,600元 以内的算普通住宅 以上的就算非普 总价还不能超过468万元 像北京的五环到六环 五环到六环之间 一般是单价在31,680元 总价不能超过374万 如果超过 那就是非普 我刚才说了非普的后果 那就是你要多交税费 其实对于各种类型的房屋 在市场交易的时候 过户的时候 有一种税是逃不了的 欠税 就是各种情况下 欠税都是要交的 只不过其他税费会有变化 公共维修基金这一块 对于公共维修基金这一块 大家注意啊 其实每套房屋 公共维修基金 它是分六层以下 每平米100 六层以上是每平米200 一般我们都会交个 几万块钱的公共维修基金 二手房住宅 他们都知道 它存在一个满五为一的这种情况下 税费比较低 满五为一啊 一般是指的 这种情况下 它是 满五 税费只交一个契税 在满五为一的情况下 税费比较低 我们其实做律师的 做房产律师的 我们对税费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因为其实税费计算起来 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的政策设置啊 对于交易流转环节的税费 收费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在北京地区 一个五六百万的一个房子的交易 要是交一个十万八万的税费是很正常的 要是再高一点 有的时候税费计算起来能达到大几十万 其中有个增值税 满两年 满两年的和不满两年的增值税计算 也是有很多差别 对于商品房的交易啊 目前也是市场上交易主体最多的 我们常见的税费一般是有契税 有增值税 有个税 个税一般指的是出售方 有两套以上住房的 包括两套 在这种情况下 你在出售的时候 国家要向你收一个个税 个税实际上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笔税费 个税是按照你购进价格 和你出售时价格差额的 百分之二十 大家想想 如果好多年前你买套房 买套房可能是两百万 现在涨到八百万 那你购进价格两百万 现在出售价格八百万 差额六百万 百分之二十交税 六百万的百分之二十多少 二六一十二 一百二十万 光个税以便要算 是相当大的一笔税费 他们还有北京地区实务当中是 它每个几环几环有一个地区指导价 就是税务局它是划分的地区指导价 这个地区指导价 实际上是低于你真实的成交价 比如说真实成交价八百万 但我们的地区指导价 它计算出来可能就四五百万 四百多万 四百多万 它是允许你 税务系统是允许你 以四五百万的这个价格 不能低于这个价格 减去原值 差额的百分之二十 这种方式不够 实际上中介对这一块都是比较熟悉的 相住两用的这种房屋 目前来说就是说它是有一些市场上占的体量并不是很大 它这种房屋它是有一些特殊的政策 也就是说税费比较高 对购买主体要求比较高 购买主体之前是不限购 但是后来北京这边也限购了 相住两用房屋 它只要求有公司产权才能买 公司作为购买房 北京的限购政策发展是有一个历程的 咱们都可能在不同的城市也都会体现体会到 从2010年到至今为止 这个房屋 房价首先是一个大气 一直猛增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 各个地方都为控制和限制 房价过快上涨都出了一些症状 北京这边的感觉就是2010年的4月17号 北京这边出了国十条 国十条对购房进行了 房屋上涨价格过快上涨进行了抑制 在2010年的4月30号 北京出了金十二条 金十二条暂定同一购房家庭 只能在本市购买一套商品房 当时金十二条的政策 2011年的2月17号 这是国务院出了 一直房价下过快上涨之后 北京紧接着落地一个政策 就是经济家庭最多购买两套住房 非经济家庭最多购买一套住房 而且非经济家庭要求是在北京市 缴纳社保连续五年 耗着个税 必须得连续 所以这个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比较严格 也导致很多 很多这个购房人被这个限购政策给挡到外边了 13年的3月份 金十九条出台 金十九条是禁止经济家庭 单身的不得购买两套以上的房屋 只能购买一套房屋 紧接着在15年的时候 通州北京的通州区 限购升级 它是要求不但是你 其他条件都在符合 而且还在必须在我们通州地区 人在通州或者长大社保在他们这个区才能够购买 北京当时不是 北京市政府搬通州 也引起通州的这个房价 大幅上升 另外一种政策型房屋就是两线房 两线房是纯粹的政策型房屋 往往户型比较小 房屋性质那一栏 刚才说的性质那一栏 填的是限价商品房 两线房它是给住房困难的家庭配置的 户型小 五年内只能卖给符合条件的家庭 满五年以后 如果你卖 你要交纳 巨额的土地出场金 它这个土地出场收益 它的缴纳方式是 你要缴差额的35% 它这个差额的35% 寄税方式是 由你的实际成交价格 寄税金额减去原值 这你原购定价格 差额的35% 是非常大的一笔钱 有的人觉得我买一个限价 两线房觉得买的时候很便宜 但是没想到过户的时候 一半的房款都要交 交这个土地收益金 夫妻之间也不可以更 只可以加冥 可以赠予 所以两线房的市场份额并不大 咱们下一个房屋类型 我们讲一讲政策性房屋里边 常见的有经济事用房 连租房 公租房 还有公租房就是三种 有一种自住型商品房 另外还有一种 我们先讲一讲经济事用房 跟刚才讲的一样 它在这个房屋性质这一栏 它就写的是经济盛房几个字 房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 在北京地区 经济盛房还分两类 一类就是叫一类经济事用房 这一类经济事用房 它的条件比较苛刻 在过户产权转移的时候 要求必须满五年 我们通常老百姓说的叫房本满五年 实际上它并不是以房本下发的时间 为唯一计算依据 如果说有些客户说 我的房本下来 我缴纳契税的时间 和我房本下来的时间 间隔的比较长 有的间隔两年 实际上可以以缴纳契税的时间 来计算 侍奉满五年 这个在2008年4月11号 以前购买的商品房 这个经济事用房 一类经济事用房 它上市的时候 要给国家交这个综合地价款 综合地价款的计税方式是10% 它这个10% 也是差额的10% 在08年4月11号之后 购买的一类经济事用房 它的综合地价款 税率是70% 那08年4月1号之后的 一类经济事用房 实际上上市的条件 也是非常苛刻的 大家可以想想 70%意味着什么 就是房屋增值部分的70% 其实大部分都交给国家 因为你的一类经济事用房 你往往都是土地化波来的 所以你在取得的时候 北京市政府 它对取得的家庭 有严格的条件 比如你经济困难 收入达不了多少 才会以家庭为单位给你分 所以这类房屋 都是不允许你上市去牟利的 而且你二类这种 一类经济事用房 像这个08年4月11号之后的 如果你要卖 它还要要求你到当地的住宝办 去开一个政府不予回购的证明 表示政府对你这个经济事用房 放弃回购 你才能上市 实践当中 我们也打过这种经济事用房 上市的案子 因为往往它这个政策性房屋 经济事用房 为地段都比较好 它这个其实市场价 也是不低的 只是国家在这方面是 对它设定了很多性质性交易 经济事用房 我再说一句 像这种房屋 在进行买卖交易的过程中 发生纠纷 如果 不满五年 一类经济事房在不满五年的情况下 铁袋卖给了去房 那按规定来说 你不符合上市交易条件 不满五年 那你这个买卖合同 大家想想有没有效 北京市高级法院 关于这一块出了一个文件 出了一个文件 意思就是说 如果双方的买卖合同 合同中 约定了在具备 公平合理的 来解决这个 合同 无效后的法律后果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 翠花买了铁袋的房子 在里边住了七八年了 最后铁袋起诉说 无效 说你当年 当年跟我签合同的时候 不满五 那法院最后说了 你这个 一个是由合同里边 如果约定了 上市交易条件的 那法院认定他的 这个合同有效 如果没有约定 或者最终法院认定合同无效了 那也大部分利益 需要补偿催化 并不是说你铁袋 你就可以仓毁了 你房子难回去玩事了 房屋增值的部分 空间大部分 应该是还是要归房给买家 但是这种官司 咱们可以想象 如果在一个诉讼当中 很难解决 一个诉讼当中 往往铁袋主张合同无效 翠花主张合同有效 那翠花主张合同有效的同时 他就不能说 要求铁袋赔偿 对吧 最终法院在这个案子里面 认定说合同无效 无效了以后 这个时候 翠花才能够提起了一个 无效后的补偿问题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你不能在一个案子里 你又说合同有效 你又提说 无效后的赔偿问题 你的意思表示 是有矛盾的 而且这种官司 往往打起来 时间会比较长 大家可以想想 前面有效无效的案子 先打一审二审 好 半年一年出去了 然后你再起诉一个 无效后的赔偿问题 又是半年一年出去了 所以啊 我觉得对当时人的来说的话 素领确实是也比较多 咱们下面讲二类精神房 这个房屋的类型 其实啊 我们的同学们啊 不一定非要把老师讲的课 每一个知识点都记住 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去听课 我就觉得 我在这一堂课里边 我对哪几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 老师讲的一个观点 我记住了几个 或者一部分 我觉得就 就意义就不小了 而且我说的记住啊 是你将来能够运用起来 这就有很有意义 你不要想着全都 老师讲的 或者说全都能够 我转化成我的去运用起来 我们现在讲二类精神房 二类精神房 是相对于一类精神房而言 它具有回迁性质 或者康居 安居性质的房屋 以及按照精神房管理的这种类型的房屋 它那个房产证上的房屋性质 这一栏就写着 按精神房管理 大家不要被这一句话给迷惑了 实际上 它写的是按精神房管理 但实践当中 它跟精神房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性质的房子 这种房子 我认为 我前面有专门一节课讲回迁房 回迁房 它是二类精神房的一种 它属于它这个大类里边的一种 这种二类精神房的上市交易 不受满五年的限制 大家记住 一是不受满五年房本或者七岁缴纳的时间 不满五一样可以上市 二是上市的时候要缴纳3%的土地创经济体国家 大家听听前面讲的是一类精神房10%70% 那金额都是很大的 二类精神房只有3% 就交易成本可以说比较低 再加上它的汽税1%到3% 实际上交易成本不是很高 可以直接上市交易 对于这种二类精神房 一是不受满五 甚至二类直接上市交易 税费也较低 其实这种房子 我是觉得 大家可以考虑 如果买的话 连租房 我就简单说一句 连租房 大家听这个名 一是连 二是租 是吧 顾名思义 就是对于收入 低收入家庭 城市 政府为了解决他们在城市里边的住房问题 给他展示租给他 政府的产权归政府 而且租的时候 也很低的价格 条件也不会好 我当时在西城 北京西城 我当时职业 做职业律师的时候 那时候刚职业不久 我接触过一些连租房 就是面积非常小 20平 他有的时候 他是平房 有这样的 联租房的继承 其实 他的转让 都比较特殊 它只是一个层屋关系 还有一种公租房 公租房 性质是由国家提供支持 各种社会主体 通过新建 或者筹建的方式 专门向中低收入 整体出租的一种保障性质房 公租房不为个人 而且产权是由政府和公共机构 公租房的产权归国家 或公共机构 土地性质是划拨 公租房 公租房还是比较多 在北京也不少 很多都是 说交一个月交几十块钱租金 或者百八十块钱租金 但是位置都相当好 公租房 据我了解 在拆迁的时候 实际上有些 像我知道的 宣武医院周围的拆迁 公租房 他是把这个公租房的租户 以购买 就是要拆的时候 先让他用几万块钱 比较少的金额 把产权购买了 购买了以后 政府再给他 相当于产权房的补助 这个拆迁条件 所以公租房的性质非常特殊 它类似于产权房 实际上 在很多性质上 它具有物权属性 安置房 安置房是政府 进行城市道路改造 公用设施建设 对被拆迁户 进行安置的房屋 既因城市规划 土地开发发生的拆迁 而安置房 给被拆迁人 或成都人居住使用的房屋 安置房的产权 属于个人 大家注意啊 安置房的特点 和公租房就完全不同了 它的产权属于个人 土地性质是集体 或者也有化过 也有国有的 我们讲下一个特殊 有点特殊性质的房产 就是已购公房 大家听这个34个字 已购公房 也就是说 这个房屋是原先是公家的 但现在已经被私人购买了 这是指城镇职工 根据国家和现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 住房制度改革政策 按照成本价 或者标准优惠价 购买的公有住房 这种类型的房屋 我感觉就像北京地区来说 体量不算小 像北京市齿轮厂 北京市化工厂 北京市造纸厂 就类似以前的国营单位的这种 这种单位的职工 大多数是以这种方式购房 而在2000年前后 国家实行房改政策 把这些工房都以很低的价格 卖给了他们的职工 单位的工作人员 我见过比较多的 三万五万 他还要折算他的工龄 有的可以折算夫妻双方的工龄 工房分为成本价 还有标准价 在他那个房展证上你能看到 房展证上写的成本价购房 或者标准 标准价 或者优惠价购房 这种性质的房屋 在上市交易的时候 他产权也属于职工个人了 因为人家掏钱买了吗 在上市交易的时候 交易成本也很低 我说的低和高 他往往是以商品房为参照 这种房屋首先物业费非常低 他在他以前老小区这职工 都是享受优惠政策的 他们工龄折算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掏很多钱 甚至煤火费 他们所说的煤火费 就是暖气费现在的 煤火费也不怎么出 都是单位处 以购工房在卖的时候 其实继承这一块都跟我们国家继承法没什么区别 他在上市交易的时候 往往需要交1%到3%的弃税 交易成本很低 对吧 我们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是什么 以购工房有的时候在分割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老人是以购工房的产权人 老人去世了 这个老人 他的子女比较多 配偶子女 然后提出来说 这个工房里边 当时在取得的时候 除了用 除了花了三万多块钱之外 还折算了男方和女方多少年的工龄 而这个工龄 他们的折算 实际上工龄 他这个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工式 而且这个计算工式并不是通用的 他有些单位在用 有些像我碰到的这个 有一个案子 就是北京这边房山厌山石化的 他也是个央企 他单位职工 他折算夫妻两个人 一个人二十多年的工龄 这个工龄 他最后就存在一个 如果双方离婚 他就会存在一个 如何来划分 双方在房屋里边的产权比例的问题 这个也是比较特殊的 在这一点上 下面我们讲讲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几年前我在北大听课 好几年了 当时北大有个教授叫刘凯湘的教授 他说 我们国家的小产权房 在大中小城市都存在 政府虽然一再的三立五真的在说 小产权房不合法 国家不承认小产权房 但是小产权房确实是大量存在 我在北京那个通州地铁土桥内站 我去过 然后那个小产权房盖的是气势灰宏 整个比商品房盖的看着都漂亮 但是就了解 北京的各个城区都存在 他的各个城区啊 多多少少都存在小产权房 而且在这种小产权房 是在全国范围内的 当时那位教授说的意思就是说 国家不允许生二胎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放开二胎 那铁道就是生了二胎 怎么办 是不是把这个二胎给掐死了 那不可能的 对吧 大家想想 那这个小产权房 国家是不是说不允许啊 他怎么来到 王王小产权房是乡政府 或者村委会 为了给自己村谋福利也好 还是为了其他私心也好 他们就没有经过正规的 防管国家部门批准 大家就引来开发商就开始干 周围的商品房说五万亿平米 我这两万五 差不多三万亿平米 快一半了 再就是给自己本村的 一能整上一套两套三套五套的 这种小产权房 目前实务当中啊 我们在诉讼实务感觉啊 法院对小产权房不受理 我们也很少接这种小产权房的案件 但是啊 据我了解啊 法院在离婚的调解书上面 往往会有 在离婚案件当中会认为说 小产权房归谁 他不是写小产权房 位于某某某处的这一房产 归女方居住使用 或者怎么着 他有这样的措辞 小产权房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形成一种 约定成熟的一种称谓 小产权房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产权 没有国家发的土地使用证和预售许可证 按正规的产权咱们都知道 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管部门颁发 才有权利颁发这个方面证 你一个乡政府也好 还有一个村委会也好 你是没有权利颁发这个产权证这些东西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说有些的确现在城市房价涨得不像话 但是很多人说我得娶妻生子 我得需要房产 还有丈母娘有这个要求 或者同学们说 有的说是孩子将来也要用 而商品房又太贵 在这种情况下 挺而走险去买小产权房 我其实持反对态度 虽然我感觉现在的形势也不至于说 小产权军房给人推倒 政府有的时候也 因为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非法建筑来说 如果把它推倒是一个最 最不经济的一个执法行为 也就是说谁都不受益 把农民的利益受损了 国家国家利益也没有说 因为对于这么大的宏伟的大面积的这种小产权房建筑物 推倒的成本就很高 对吧 你用很高的成本去毁另外一个东西 政府实际上也是觉得有问题 它不像一个简单的非法建筑 我记者年初建设部也在发文 在重申不认可小产权房 将来小产权房何去何从 咱们拭目以待吧 其实我觉得同学们如果真的说处在这种购房比较困难 或者愿意希望买便宜点的房产 回签房可以作为一个选项 安置房可以作为一个选项 就是二类经济顺房 刚才贾老师说的这种 咱们今天讲的知识点比较密集 因为没有实际上拿案例展开讲 如果展开案例讲的话 可能讲不了这么多知识点 咱们可以回顾一下 你购工房刚才说了 这种房屋性质也是比较特殊的 单位职工分的 以前国企国有企业居多 还有就是小产权房刚说完 我们讲的政策性住房里边讲到经济食用房 经济食用房讲到一类经济食用房 二类经济食用房 对吧 这两类经济食用房有宣明的交易政策对比 差别 还有公租房 公租房 公租房的性质 在一定意义上它有物权的属性 我刚才也说了 它是历史遗留 遗留下来的这种产物 自住型商品房 这个我讲的比较少 因为这个我觉得它体量比较小 再就是商品房 商品房住 这种房是咱们市场的主体 也是国家提倡的一个主体 商品房大家都知道往往品质还是不错的 但就是最大特点就是贵 贵的离谱 贵的邪乎 再就是商住两用房 商住两用房我刚才也讲了 房屋交易政策 我顺带着也讲了一下相关的税费政策 这一节 咱们就讲到这吧 要不 咱们有什么问题 咱们下一节继续分享 再见 再见 sections 感谢观看